三名四十岁女性强迫一男子至其绝育违法吗 我当然违法了 之前呢有这样一个案例 十九岁的张三啊 小张啊高考落榜 没有合适的工作 经同推在城里打工的朋友介绍呢 到城里的一家顶级习与会所做服务生 小张呢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 边工作边复习功课 准备来年高考 结果啊在2019年12月份的某一天 来了三个打扮时尚 长相漂亮的四十岁左右的女性 三个人呢洗浴后呢 要了一间包房打牌 并指名就小张为其提供服务 张三啊 不是那个法外狂徒吧 有意思 小张呢比较老实 就按照他们的要求 短茶倒水点烟并陪他们聊天 今天呢小张就喝了他们递过来的一杯饮料 哎呦 不对劲啊浑身发热 然后呢就谜底了 这三个大姐呢也不打牌了 可能也有点热 就轮流与小张 一共呢长达两个多小时 很多网友就说啊 为啥不是我呢 哎 别急 小张呢白白净净的小身板 也扛不住啊 剧烈运动中呢就突然休克了 哎柯把这三个大姐给吓坏了 连杯带驼的叫小张啊送到医院 哎经抢救呢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呢 却失去了性能力 陈青做不到我 问啊这三名大姐构成什么犯罪 哎不用说你们都懂啊这女的强迫男的是不构成强奸的 属于强制猥亵 五年以下 当然这还没完啊 在本案中的 这个猥亵行为 属失有点过于犀利了 把人家性能力给搞没了 真的属于重伤一级 所以呢同时构成强制猥亵和故意伤害 致人重伤 想象镜色 则一重队出发 所以啊 千万别觉得这是好事 搞不好一辈子就毁了 你们怎么看呢